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品牌Undan Stella 全新发布的限量 全球限量每一个颜色只有限量300支 那讲到Undan 我们快速讲一下Undan在小刚心中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小众品牌 那他经常出的这种联名啦 那你可以到他官网去看喔 真的是非常特别 那一种米奇老鼠啦 那一些大力水手Puppei啦 或者是那个Snoopy啦 这一些啦 等等啦 Monopoly啦 那一些做很多Ultraman啦 那种Ultraman超人那一些 很多很多联名啊 这一些都做了 他的每一款表甚至蝙蝠侠啦 那一些啦 尤其是蝙蝠侠这一些喔 那在小 他每一支表的设计啦都有非常独特的 他不是只是说啊 把那个图案放下去 把颜色改一改 都不是喔 他每一支表出的时候 一出来的时候 在市场上啊 都会让人家大开眼界喔 这个真的是要大大称赞一下Undan这个品牌 那今天要讲的这一支表 呃 我个人非常喜欢是两个特点 主要第一是他颜色 第二就是他12点钟整个面盘的一个图案 那等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 那先讲一下这一支表的一点基本的这个规格 呃 40mm 他这个表额到表额是47.6mm 那他这个这个表这个表带的部分呢 就是用20mm的这个表带 而且厚度只有12.7mm喔 那12.7mm其实他已经包括了那个 呃 玻璃啦 就是那个镜面的凸起的那个 那一个那个尺寸啊 所以他整体的厚度只有12.7mm喔 那这一支表以44mm来讲 我跟你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完美 而且这一支表 我个人非常喜欢是 他整个壳的那个设计啊 今天要 今天讲的这个Undan Stella这个限量版喔 他的这个整个表额的设计就是用了他当时候 以前这个品牌啦 刚出的时候 刚成立的时候 也是刚小 刚开始去认识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先有的这个表额的这一种设计 非常的独特 啊 这个就是用在他这个Undan的这个Urban Urban系列的这个 就是你可以自己客制化的 那这个Urban的系列 他用的这个表额 今天就是用了这个表额 非常的经典喔 那在这个品牌当中 而且 你看喔 整体都没有超任的一个品牌喔 他整个表额的设计喔 都非常有自己这个品牌的这个味道喔 这个是真的是要大大去称赞一下 而且是这种马币1000多块的这个表 我个人说 我非常推荐给一些你想入手啦 这个 让人家觉得你是 价格虽然便宜 清明 但是又不是那个品味啦 就让人家觉得你是很有品味的 试货的那一种啦 我个人觉得这个Undan啊 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啦喔 那讲到这个Undan 我们先来讲一下喔 他有刚讲到颜色嘛 其实他是有三个颜色的喔 呃 黄面的 跟这个紫 这个很深很深的紫啦 这一种几乎是黑的 那一种紫黑的这个面盘 跟这个蓝色的 那讲到这个蓝色 哇 他这个光碗就大大个写着 Tiffany Blue 然后还有蓝 这个黄色也是小刚 个人最喜欢的就是 黄面 跟这个蓝面 这个 Tiffany 蓝喔 这个 Tiffany Blue 那讲到这个黄面 跟这个蓝面喔 哇 今天就突然就让我想起 近期非常火的那一种 劳力士刚推出的 那一种颜色的系列啦 哇 真的是以这个1000多块来讲 有可以买到这一种 Tiffany Blue啦 我觉得 诶 真的是一个 我感觉 因为我在这一种价位来讲呢 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些品牌 再推出这一种颜色啦 哇 真的是 非常让我 诶 有一种冲动 那在第二个要讲的就是 它这个12点中方向喔 你看到表盘的这边喔 有这个图腾喔 这个图案 那这个图案其实是 啊 大六零七零年代的时候喔 是一个非常 就是以中东用的这一种图案啊 是非常非常的 有名的啦 那时候是非常的火的喔 经常都会在劳力士啦 百达菲利 这样子看到 这个图腾呢 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有请小马为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看家的目的 它这个用意啦 是 啊 代表着什么喔 表面上 我们看到的这个看家 我没有仔细看的时候 我一眼看下去 我以为是四条香蕉 OK 可是 OK 我们仔细看了之后 发现 原来它不是四条香蕉 它是两把剑 这个看家的这个图咧 其实它是来自中东 阿曼国 有一位在位49年的品质者啊 它是我们叫苏邦 OK 它本身是一名手机手表的爱好者 OK 由于它的那个在地位 还有在国家的影响力 很大 所以它可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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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腾的意思 所以我们概念我们看得出看家这个图腾 在这个手表上有这个图案的手表 它是很有价值 然后在早期我们看到有客制化这款 看家图腾的这些手表 其实都很深受我们这些收藏家的喜欢 就是也因为这样子 在市面上很少会看到有看家这个图案 就是因为它的数量相对来的极少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买家 在市面上对有看到这个看家的图腾手表感兴趣 所以我相信我个人觉得 收藏到这一款看家图腾的手表 的收藏家还是爱好者 手表爱好者 应该是很有眼光很有品味 那再来到看表背的部分 也是一样有印上的看家 阿拉伯这种看家 像这个图腾 像这个非常有历史的图案 致敬的这个图案 印压在这个表盖的这个玻璃的这个透背的这个后面 你会看到 那这个表它也是一样把这个它的机型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做透背 那它这个机型也是 不是用那种什么中国那种机型的 它是用日本进攻的这个机型的 它是一个MECA 我们叫MECA Hybrid的这种Flyback Chronograph 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十英的机型 不过它这个操作的部分呢 就是有比较类似那种机械的那种操作的这个方式 就以那个即时的那个马表来讲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进攻的这个MECA Quad 我们叫 整体的这个尤其是它表盒 我个人都觉得 在这个小众品牌当中 做的是真的是非常有诚意 而且还附上你一条表带 全新的表带 而且那条表带也是一样有印上 这个看家这个图案 在这个表带的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